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光明 极小孙 光明磊落的光明 孙光明啊 哈哈哈 姓卢呢 叫卢光明 孙光明还可以啊 还可以是吧 这名字还过得去的 那行行 感恩师傅 昨天一个师兄说他做了一个梦 梦就感觉像在法国一个建筑物的地方 好像建筑物被水淹了 然后有很多人还跳下去了 然后他好像站在高处 但是他也没有什么恐惧感 他想问一下师傅这个梦有意义吗 肯定有意义 眼睛啊 眼睛没有 那对他个人方面有什么影响吗 要怎么样做吗 肯定有影响了 这个说他是在法国生活不了 没有 他在澳洲 他在墨尔本 那个 在墨尔本是吧 嗯 那真的要法国要当心的 可能会有大风灾啊 大水啊 哦 这样子啊 哦 好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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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傅 还有师傅 我想你咨询一下 如果梦导师兄在观音堂调钱了 有什么含义吗 观音堂调钱了 啊 嗯 观音堂调钱的话 一般的来讲就是你比方说念小房子啊 啊 念的不是太好啊 哦 就是功德不够 好的好的 行 知道了 感恩师傅 还有师傅 如果梦到飞机降落 就感觉自己还要站在机场 机品旁边 然后很多飞机下降 还有两架飞机是同时平行下降 当时心里还在想 他们一定要平安落地啊 这有什么意思吧 心里挂念太多 哦 一般的说 一般的说白天挂念太多 晚上做梦就会做很多 哎呀 高级啊 在奔跑啊 在雨中奔跑啊 就是这种类型的 哦 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那我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傅 欲祝师傅 我们慢慢法会原本顺利 好 再见 感恩 感恩 拜拜 再见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哎呀 可惜啊 掉线了 掉线就是十几秒 因为一挂掉 他对方 如果这种像断线的电话 或者突然之间挂掉了 怎么 或者怎么样打不通啊 他一般的停一下 就十几秒钟的用 很多人在想了 师傅为什么不称 不能称这十几秒钟 再跟我讲点白话佛法呢 好 电话进来了 看见吗 哈哈 哎 师傅 你好 你好 感恩师傅 感恩观世音司法 弟子给您请了 谢谢 师傅 这里有几个问题 先请教师傅 请讲吧 感恩师傅 嗯 第一个就是关于推荐弟子的事情 一个是我和先生 最近推荐了几个同修拜师 这几个同修呢 都是我们去年度的 修了一年多了 平时也都比较精进 挺度人呀 挺度音呀 看白话佛都坚持的 我们也看他们 也差不多符合条件 但是呢 没想到我们就是 刚给一个人 写了推荐信之后 我先生 我先生哭上了脸 跟我讲 说不要推荐这些弟子了 他们写的影响太重了 做了很多肮脏的事情 莫莉好像是先生 为了一个同修悲业了 还有点难过 请师傅开始一下 是不是 现在拜师 如果心意要比较重的话 他们确实 就是拜师也会有障碍 是吧 肯定的吗 嗯 你以为呀 对不对呀 嗯 当然 你比方说 你的朋友做坏事 人家警察也会调查你吧 呵呵 嗯 这比较悲业啊 因为事实上 对 因为事实上 我们住他们几个 确实学影业都非常重 然后年轻的时候 感情上都做过错事 那像这种事情 我们像这种情况 我们还能推荐他们拜师吗 我觉得首先 要教他们 好好的念礼佛 如果念礼佛 念了差不多了 那才 嗯 那慢慢的才说 他可以说 说他好 没有没有太重的 啊 业障 啊 然后呢 自己呢 要现在不做 就过去做的 嗯 消掉 消掉多一点 那么然后呢 现在做个好孩子 不做邪淫的事情 那就可以了吧 嗯 明白吗 好的好的 就是他们要针对邪淫的一块 专门要念诵一些礼佛 然后还要配一些小房子来消除吧 师傅 对啊 嗯 一定要 这就是是不是 谁也特别种的童修 他们拜师也可能种不上莲花 或者种上莲花之后很快就掉下来是吧 对啊 嗯 明白了吗 因为有些童修 嗯 知道的 有些童修他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推荐了一些 就是这方面问题的童修 那他们要这种情况下 如果以后还会碰到这种情况 他们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妥当呢 就是因为是不知情的情况下推荐了一些童修去拜师 那是也要悲业的 嗯 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推荐这些童修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下哪些问题呢 师傅 很简单啊 跟菩萨讲嘛就好啦 嗯 观世音菩萨我今天发心 我要度他 啊 因为 因为我现在度他呢 我是为了成全众生 我是在履行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救度 啊 普罗大众 啊 但是呢 嗯 啊 这个同每个童修身上 这个某某某童修身上 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业障和劣根性 请菩萨慈悲他 啊 我呢 嗯 我呢 尽量帮助他 啊 啊 然后呢 推荐他 也希望他能够自己慢慢的改变 啊 你要跟菩萨讲的呀 讲了之后嘛 你不就是没什么责任了吗 听得懂了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嗯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那我们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 我们就照着师傅这样讲 还有就是也是 怎么你们家里有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啊 对的 有个小朋友给你打招呼呢 刚才 我以为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不清修吗 怎么会有孩子 对我们在 我们在同修家里 之前在同修家里做课 然后打出电话了 哈哈 师傅要问问题的 对 他们都在我旁边等着 给您说话以后 先把问题问完 好 讲了 第二个就是 前段时间 我们不是曾经 帮一个同 那个同事 同修 就是问过他 因为他老公同事 海鲜生意了 那个他就没法败师 他听完录音之后 他就想着要劝他老公 就是赶紧转行 然后下午就去赛场 放了几条大黑鱼 求帮他帮助他 消除败师的业障 结果第二天早上 他就梦见一条大蟒蛇 非常的粗 非要拉着他去找台长败师 去问师傅 这条大蟒蛇 是不是他的护法 这个梦是不是提醒他 以后要有希望败师呢 哎呀 护法的大蟒蛇的话 一般不是护法 是大障 大蟒蛇就是他身上有个灵性 来不及要败师啊 因为你要知道灵性如果败了师 他们也能得到光环的 你这都不懂啊 就是说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一个人修的不好 你说说看他整天想 想想想想做一个英雄 或者怎么样 他可以得到一些物质上名誉上的东西 他就不一样了 所以很多坏人为什么他喜欢 他喜欢要名誉上的东西 让人家知道 感觉到他像个好人呢 明白了吗 那就是他知道灵性要拉他去败师 然后沾光了想到鱼子 对啊 不是沾光了 就是还在他身上啊 叫他赶紧去把他操堵掉 否则怪不得 他败不了师的 哦 是这样的 那您看这种情况 他对面多好张小黄呢 67张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我们于此理解错误 感恩师父词被开示 你去看看 哪有哪有大蟒蛇的话 那有大蟒蛇的话 这是天上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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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瑞瘦 瑞瘦啊 有不啦 大蟒蛇 哦 对对对 大蟒蛇都是麻烦 嗯 感恩师父 还有师父您经常说 放松那个黑鱼和鲫鱼 是比较好 然后他们的灵气比较足 呃 是不是他们放松之后 他们投入的概率比较大呢 师父 首先你要看他的灵性 因为黑鱼啊什么鱼啊 有的时候灵性大的 那你就 你比方说狗的灵气大不大 嗯 猴子的灵气大不大 大的 好的 那你去放这些吧 更厉害 你如果救了一个猴子 被人家要杀快了 或者救了一个狗 要被人家杀在之前 那你说你的功德肯定是比你 放松鱼都要大多了吧 一样道理 对的 那么黑鱼 同样是鱼 那黑鱼呢 它的灵气就是比一般的鱼要大 嗯 明白了吗 那个 明白的 因为之前我们就是最近放松 就是很多同校给我们反映 他们放松的大黑鱼啊 大鲫鱼 都投胎为人了 梦里他们就 绝对就碰到了 对呀 有的是 嗯 我告诉你 黑鱼头上七颗星啊 我没说 啊 七颗星啊 所以人家说 所以人家说明就是这样的呀 你看看看 这个事情嘛 但是我不能 我也不能说鼓励你们 大家都放黑鱼啊 那不行啊 因为一般的鱼都可以 都可以放的 明白了吗 要根据自己条件的 明白明白 啊 没有条件 不要 不要去放 很贵的 明白吗 啊 嗯 对的 然后最近我没放松 我自己也有体会的 我那天放了六条大 那个大的鱼嘛 有黑鱼和鲫鱼 放松之后 放松之后 就说梦梦见 放的鱼变得很大很大 大概有十多斤 像小鸣鹅那么大 然后我把它放下去之后 他们就兴趣的变成是小孩子 就跑 就是爬到岸边 跑走了 是不是就是放松那几条鱼 直接投胎为小孩子了 对呀 这还不懂啊 百分之一百的 嗯 那有 有的人 有的同学梦见是放松的 鱼变成 嗯 一个黑的 就是一个男的 有的变成一个美女 有的变成小孩 这种是 似乎他是怎么一个轮回的一个状态呢 是因为前世呢 还是因为 人为的状态就是说 他比方说 他是刚刚啊 这个灵界 这个灵性 他死掉了 比方说他轮到他投胎了 他应该投 嗯 本来比方说 应该就投投人的 对不对啊 嗯 投人的之后呢 你不是放下去了吗 嗯 你放下去的是你的鱼 对不对啊 对啊 他就跑到 他就不不 人家说说 不计生冷了 就是马上先 折道而行啊 就是先找哪条路快的 他就 先投快路好 先投掉 他憋不住了 很多事情嘛 就是 人有时候 你叫我们吃饭买东西 也是 好的东西待会来 我们有时候 啊算了 插着先吃吧 好了 这个种情况 嗯 好了好了 感恩 要不是为你 我们都还 有点困惑 感觉为什么 有的人放的是大鱼 变成这 变成不同的人 对啊 就是这样的 嗯 这个不一样 这个没有办法了 不同的人 我告诉你 你刚刚讲的 就男的 就是有的 就是来受报的 至少档次不是 投在到人间 不是太高 还有的女的呢 仙女什么的 哎呀 这不叫仙女了 你们都不会看人的 仙女那个气质 跟那个那种妖女 不一样的 那很多人 投这种鱼的话 我们就妖女了 听不懂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很多女人嘴巴撅起来 不停的要吃 不停的要说 你刚刚像不像鱼了 你现在不要照镜子啊 你现在千万不要照镜子 我好吃 我贪吃 师父 师父还有第四个问题 就是关于佛泰的问题 就是有个同修 在佛泰上墙拜佛大使 看到佛泰还拜殿的中间 有个很大的金葫芦 在金葫芦的左上方 有两到三个那种 A4子大小的金字 金字的字 像是凡文 但是看不清楚 请问师父 这是什么意思呀 在就是上墙的时候 就看到了 对不起 我没听懂 我没听懂 不好意思 就是同修在上墙的时候 拜佛萨看到佛台 还拜殿的中间 拜殿中间 有一个很大的金葫芦 在这个金葫芦上 还有很多大的金色的字 金葫芦是好的呀 法器呀 那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情 那是好事情 好的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同修 梦见他自家 佛泰在香炉上 贴了一张纸 纸上还有字 但是同修没有看清是什么字 不知道为什么 后面那张纸就自己燃烧起来了 燃到最后剩了一点点纸片 他有点担心 他请问师父 这个梦是提示他什么呀 小房子没有烧干净 就是小房子质量不好 没烧干净 烧的时候不能留一点点纸片的 好的 让他全部都烧 烧完他们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好的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同修 母亲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他去年身体不好 同修就劝他母亲 许愿吃全素 母亲就同意了 然后许愿吃全素之后呢 菩萨加持 他母亲身体就慢慢好起来了 后面好了之后呢 这个同修的母亲 就好像就不愿意吃全 就是也不是不愿 就是因为其他条件所限吧 他就把这个院改成 初一十五出素了 当有违愿了嘛 然后现在这个母亲就突然生病了 一直发烧 然后呢 还伴有婚序 婚破不齐 去医院检查呢 也查不出病因 医生也不给治疗 同修知道呢 这是母亲无愿导致的 所以就帮母亲许愿念 108遍礼佛忏悔 然后送400张小房子 放送三千条雨 请问师父 您看一下 这样做 同修这样帮父亲 能不能化解这个事情 因为他母亲在 还是昏昏噩噩噩的 晚上睡不醒的那种感觉 可以的呀 可以的 求菩萨保佑 可以是吧 求菩萨保佑 好吧 好的好的 感谢师父 好的好的 师父就是 我们一直想跟您说 您一直提到白话和话学习 特别重要 我们自己说 深深有体会 最近我们也 一直在交流 这个白话和话学习的事情 我们就认为就是认真学习 还运用白话 师父的白话和话也是非常受益的 哪怕一次只能用依据 我们都很受益无穷 你知道吗 今天讲给你听好吧 学白话和话 你知道 好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嗯 你知道 好在哪里 知道吗 保护会命啊 嗯 真的 真的是这样 你要是不学白话佛法 你会命会丢失的 很多人念念经 磕磕头 到哪一天耳朵听人家什么一讲 马上就不学了 你如果学了白话和话的 白白发 这个白发的 白话佛法 对不对啊 就白 白话佛法 你这话 你这心明眼亮啊 你这个都不懂啊 对的对的 一定要教他们学的 嗯 真的是这样 师傅 您在最近一直开始说 不学白话和话 就会迷失 就会迷信 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们很多同学 都修三年五年了 他们因为白话和话 学习没有 就是当回事嘛 就没有把它提上 一个很重要的一层 对了 然后就觉得 就觉得没有尽头了 他们觉得 好像白修了 就那种感觉 就是 好了 要不要 要不要修下去了 听别人一说 好像就 脑袋就 好了 就觉得 就顺着 顺着人家 师父走了 那很可怕 你如果 当然了 这是保护会命啊 所以现在学白话佛法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的 法师啊 我们的东方电台啊 还有师父 叫全世界的佛友 凡是要 要要要学心灵法 他们的 必须要要学白话佛法 明白了吗 对的对的 真的太重要了 像我们和 我和同修 我们是从14年 已开始 把白话佛法学习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来学的 现在我们每天就是 我们从第一次第一篇开始学嘛 每天学 每天每周学一篇嘛 每天朗读一遍 真的是不一样效果 师父 我们把你的白话佛法 当经书一样朗读 然后每周做一次笔记啊 把这些白话佛法 用到时间当中去 经常也聚在一起 学白话佛法 坚持三年下来之后 身边的同修都非常受益 我都能看出 他们变化很大很大 对啦 就是 对啦 真的就是 爸的哈 还用到时间当中去了 师父您 你一直讲 让我们爸 他叫知情合一 确实就是 用在自己的身上 用在自己的时间当中 才把师父 这个佛言佛语 变成自己的一个 那个知识和能量了 真的是这样 对呀 你想想看 你过去多愚痴啊 你现在白话佛法 这几年坚持下来 你看你推转过没有 你脑子越来越清楚了 这是保护会命的 听得懂了吗 对的对的 就是把我们 平常的人间的思维 转化成佛性的思维 有什么话 有什么事情 我们遇到事情 就拿师父这些白话佛法 来当防火枪 你一直说 这个世界没有对错 只有因果 我们碰到事情 这个世界没有对错 只有因果 一切不顺 都是自己的业障导致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相信观世音佛杀 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 这些话我们经常说 也经常用到 非常好 就变成自己的话了 就变成 就是觉得 自己的一种能量了 就真的不一样 非常好 感觉特别好 师父这里的防火墙 全部都是不要版权的 随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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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一直说 慈悲心可以化解 一些灾难和冤结 然后一散结百灾 一散心起百万丈门开 我们真的用在 实际上当中去 真的特别受益 包括最近 我们用了一句 就是原谅 就是您在 吉隆坡在法会说的 原谅别人就是为了不让别人伤害自己 这句话我们用了之后 真的是特别受益 尤其我爸这句话 说给我妈听 让我妈就是放下 对我弟妹的那种怨恨 还有不满 然后她自己就解脱了 然后也是菩萨慈悲 加持她 然后让我们知道 我弟妹这么段时间 一直不好 是因为她被下杠头了 而且我妈妈不被下杠头 是因为有 那个南京菩萨保佑 所以我们特别感恩 关心 感恩师父 感恩南京菩萨 真的不一样 师父 我学这些年 我一直学白话菩萨 但我妈妈不学 她因为不识字 她不学 所以就是不一样的 师父 五年下来 我修六年 我妈妈修五年 不一样的 师父 真不一样 我妈妈就 就越越糊涂了 真的不一样的 师父 真的讲个明天的例子 感恩师父 所以我明年 在新加坡法会 我明年新加坡法会 我还会 上次他们说 开的那个研修班 非常好 弟子辅导开始 辅导开始非常好 所以明年可能 他们强烈要求 师父再开 所以我看一下 明年可能 可能还会再开 我们还想 你什么时候报名了 我们要报名了 好吧 好了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 快点了 我学那个 什么妈 娘妈过来 这师父问一下问题 师父稍微等一下 他们过来了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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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给他让爷爷问好 达达爷爷 哎呀 哈哈 你好啊 你好啊 嗯 哈哈 哈哈 快点了 你会念节节奏了 你会念节节奏了 念吧 念给爷爷听听吧 念给爷爷听 你们太好呀 姐姐做 姐姐做 啊 滴山 去他 吉他 滴山 我 去魏儒 天 他 存佛 魏儒 去 吉他 阿 傻 跟 付罗 非 大 有阻力 既 业 雅 我爸就讲不歌不乐不乐命 哎呀太好了 菩萨告诉我说 只有菩萨听得懂 我们都听不懂 他说话还说不清楚师父 他今天也不知道三岁 对呀 牙齿都没有想吃 刚才还说 我想排长爷爷了 要去看排长爷爷 好 好 那就这样 牙毛你还说了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不大 师父您多保重 那我们就到这里了 感恩厂长爷爷 感恩厂长爷爷快 好的好的 师父就这样 再见师父 还有点害羞 好的 继续回答听众朋友没问题 喂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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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打通了 打通了 喂 喂 师父你好 你好 你好 啊 必须你挺安啊 啊 啊 师父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孕妇嘛 念经的话 要怎么注意事项 比如说 晚上念经的话 就是说能不能念 小王子大悲咒呢 还有其他小咒 除了心经 还有晚生动之外 其他能念吗 啊 应该你这个电话不要乱动啊 动了 几里哐啦 太响了 我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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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保持稳定 啊 好好好 因为我太激动了 你几里哐啦 我这里烦死了 那个听不清楚你的话 小房子呢 小房子嘛 小房子里面的大悲咒 照样可以念啊 就是啊 小房子可以照样念 是吧 不是啊 其他的经就不要念了 好吧 好 啊 好 弟子明白了 感恩师父的开始 然后想再问一下 我现在怀孕了嘛 然后我就给 上次看图图 您说给宝宝念啊 那个心经 还有孝斋 然后我 还有姐姐咒 然后我就是 现在我念了吧 我念49遍消灾 然后21遍姐姐咒 还有7遍心经 7遍大悲咒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是吧 好的好的 咱 师父了 我把电话传给另外一个 他还有问题 想请教您 咱 师父好 弟子哥师父请安了 谢谢 请教师父几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那个 为佛有设佛台的时候嘛 就是后面不是有三水化吗 三水化的话 直接接线回来贴上去 我们就觉得不太平 然后就会加一个泡沫板了 或者其他什么材料 就是平的 然后把它做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 三水化就会很漂亮 但是就是有点 有个问题 就是说那个有重量了 用双面胶就很难固定 有时候会掉下来 所以想请教师父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再四个脚 就是钉那个锚钉什么的固定一下 可以的 没关系的 可以啊 感恩师父 还有一个问题 师父就是上次师父说 我女儿怀孕那个孩子 是地藏王菩萨送的嘛 然后师父说是 最好是破腹产 然后我们现在 已经跟医生也约好了 就约到星期五 这个下个星期五三点钟 做手术 因为他预产期是九号嘛 然后我们想提前一下 因为我们不是这边要开法会 就想希望能够走开 然后就想请教师父 就是说在做破腹产手术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念大悲咒 跟他念大悲咒 就是他在做之前 还是就做的过程当中 蛮好 现在这孩子蛮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真的很好 我看到 就是不差保佑 谢谢师父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在当地 给他烧那个大悲咒 跟消灾吉祥的 那个自修经文呢 大悲咒 消灾吉祥神咒 还有呢 还有什么 还有心经 这自修经文 我就可以烧吗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就是两三百遍这种 可以大悲咒可以 心经白天烧 最好心经等他孩子出来之后吧 出来之后再烧 消灾吉祥神咒可以烧是吗 消灾 消灾可以 没问题 就是我们就是他做之前 跟做过程当中 一直就练大悲咒 对对对 他就是因为当时师父说了 有可能有提前破水 所以医生也觉得 那么我们就提前一个星期了 你有一个方法很好 就是比方说 你念大悲咒之后 你就可以念一百零八遍圣号 就是观世音菩萨圣号 观世音菩萨圣号 很多人就是大悲咒念完之后 他就念 南墨大慈大悲咒 古俊南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南墨大慈大悲咒 古俊南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就这么念 念一百零八遍之后 再念大悲咒 在四十五天大悲咒吗 大悲咒随便念的 没关系了 练完大悲咒 练好 练完大悲咒 练好 就能留念 感恩师父 非常感恩师父 都是菩萨保佑 真的很顺利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师父就是我在生活当中 就会遇到一些情况 就是说 有时候比如说 我之前要去一个地方 最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 就会梦到这个地方的人 就是我 就是哪怕没有见过的人 在梦里面会提前梦到 然后最主要就是 会梦到那个地方的 比如说哪一个房间 会有灵性 然后有时候会梦到 或者那个地方 他曾经发生的那个 比如说凶杀案吧 然后就是知道 那个人怎么死的 然后但是我又避免不了 有时候必须的 去那个地方 去办事情 就是有时候不经意的话 就看一眼那个地方 然后就会感觉很不舒服 就头晕啊想吐啊 然后就赶快 这都是真的呀 真的真的 因为你看到了呀 这个东西 就是梦里面 梦里面看到了呀 很简单 就是我就想问 师父像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要怎么避免才会 如果在梦中 他来找你麻烦了 你就念小房子 如果没有找你麻烦的话 对不对啊 没有找你麻烦的话 你可能就要 就念那个就可以了 就是 大悲咒 大悲咒 或者就是 这个这个 就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了 没办法 没有 基本上没有找麻烦 就是说 之前会知道那个地方 有什么 有那个地方 什么 这个房间 有什么地方 不住相呀 不要去住 把这个相住在 不好的相住在自己心中呀 不住相啊 听不懂啊 我知道 但是有时候都必须得去那个地方 办事情啊 所以不要住相呀 到了那里之后 你不像没像没做过这个梦一样 不就可以了吗 我反正有时候去了 我就之前我就会 一直念大悲咒 就稍微好一点 嗯 好了 然后还有麻烦师傅姐几个梦 师傅 然后就是 有一位师兄 就是梦到我女儿 就是要破破产的 就是在医院的时候 我也在医院 然后他也在医院 然后他当时在医院的时候 他就梦到我 告诉他说 我的肝脏出问题了 就是很不好的那个病 然后他告诉我这个梦以后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我因为是369嘛 就是369今年 举了8张小房子 然后后来 49张小房子 给我的药金子 就专门给这个肝脏部位 然后我练理佛 最就是也是 不要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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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紧张了 我刚刚给你 你在讲的时候 刚刚你稍微给你看了一下 嗯 没有 没有肝癌的 只是肝硬化 有一点点肝肿肿大 你就是说 就是说 那个营养还 对的 营养不够均衡呀 没事的 对 我就吃中药可以了 是吧 吃不了 你多吃点那个呀 那种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 护肝的那种 那种保健 对 护肝片 还有不是啊 护肝片 还有那个了 护肝片先 先停一停吧 吃那个 吃那种叫 保护肝的那种 营养品也很好的呀 嗯 保护肝的营养品 这边好像就叫 护肝片咯 哦 是吧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保健品呀 对对对 就是这个 这个你要吃得足的 你不能一天 吃一颗 可能还不够吧 我想 嗯 哦 哦 好的 这就多吃一点 这多久呢 你去问了 你吃三个月 因为肝呢 它是第一的 身体机能上 你不好 它不痛的 等到痛的时候 已经晚期了 对 就是没有感情 所以你自己呢 要自己呢 一个呢 不能伤心 啊 伤心 还有吗 就是要看看 自己的眼睛 是不是很差 眼睛差了 就是肝不好 眼睛 有时候有点肝 这个没事 就是说眼睛 如果非常不好 很疲劳 每天肝 非常肝 就是那么说明 你的肝是有点小问题 明白了吗 我梦到师父在梦里 给我加持了 我就 知道就好 知道就好 我梦到师父的义工 跟法师都往山上走 就是往那个法会的县城 然后后来就梦到又 我自己翻 翻过那个刀山了 真的是刀山了 然后就跑到山顶上去了 现在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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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梦 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好好修行 师父一定来加持的 是的 师父 我就不能讲 有些人真的 我都 哎呀 他们自己 为什么你看到法会上压台长 你救了我 怎么你来看我 实际上他们都做梦 自己看见台长去了 你听得懂吗 其实我们觉得师父很累 我真的基本上 从来不求师父来加持 我都是求福长 这个但是来的都是师父 哎呀 你这个级别只能师父呀 这个还不懂啊 师父级别也挺高的 感恩师父 已经很感恩师父 对啊 师父还有一个梦 就是我梦见师父那天 指着我女儿的眼睛 这个眼皮下面呢 有三颗字 就跟我说 他这三颗 他这三颗字 一定要取掉的 然后就掰着他眼睛说 那个浅色的也要取 不然他会遇到 不开心的事情 就会伤心会哭 然后师父还说了 师父说 外面做这个很贵的 就是做取字的 很贵 你们去找一个 叫刘斌的人帮忙 然后第二天 做梦醒了以后 第二天我就问那个 我女儿 我说 我梦里面说 师父说你右边眼睛 下面有三颗字 我觉得感觉好像你没有嘛 后来他说有 他说有三颗 就是那种脂肪痘痘 正好三颗脂肪痘 在他右眼睛下面 然后我说 师父说的 师父说的那个 要去找一个叫刘斌的人 我说你知道是谁吗 他说好像我们这边 有一个师兄 那有时候在西里 有时候在那个 茂尔本做义工的 他说好像他是做 那个美容的 有一次他是坐在旁边 因为我都不知道刘斌是谁 可能就是我们人太多了嘛 然后他就 后来我们就打听 打听到真的 那个刘斌的师兄 真的是做美容的啊 看见了吗 发生了什么 发生厉害吧 然后就跟他联系上了 联系上了以后 他说好 他又有女儿怀孕嘛 他说等他生完以后 再给他做 真的很神奇 他这个眼睛 那个脂肪痘痘 是不是真的要取啊 要取掉的 因为生孩子的时候 任何眼睛 什么什么 很多的脂肪啊 生出来 其实跟血液 还是有关系的 就是师父说 如果不取掉 他会 可能会遇到 很伤心的 生完孩子之后 他血液 有一些流通不好 凝固啊 或者怎么样 他慢慢就会形成 一个小红点 三个小红点 在眼睛下面 叫内痣呀 内痣就动不动 就要哭的呀 哦 不好 那当然了 内痣们都要点掉的呀 在眼 眼睛下面的痣 都叫内痣呀 师父真的很好 真的很感恩 师父 有什么问题 真的 师父就在梦里面 给我们指点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师父都给我们指点 知道就好了 知道就好了 太好了 太感觉了 你们不珍惜 不珍惜师父吗 你们就没有了 我们 我们一定会珍惜的 师父 我们一定会珍惜的 我们会好好红法的 好了 感恩师父 欢迎师父 11月11号到我们这边 好 感恩师父 再见 感恩 感恩师父 什么问题呀 就是一个师兄师父 他说他梦到那个山水化 从那个 天使生活当中的一个山水化 掉下来了 然后他就梦到那个窗很大 设的佛台 然后菩萨像掉下来了 菩萨像掉下来了 嗯 师父 他想问这个梦什么意思 这个梦什么意思啊 菩萨像掉下来了 就是 他的家里的佛台 菩萨像里面 进其他的灵性了呀 他等于 他是那个菩萨像 我们帮他设的菩萨像 后来那个 就山水化 刚刚说的 山水化掉下来了 掉下来以后 后来他就做这个梦的 哎呀 这不好 赶快赶快叫他 叫他 后来我们又重新帮他请了 帮他请了之后 我们叫他再重新 做一个仪式的呀 对对对 我们后来就是 重新给他做仪式 然后重新帮他上香 练那个菩萨圣号 那就没关系了 那就没关系了 好 好了 就这样 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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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保重 师父再见 喂你好 喂 喂 师父你好 你好 说师父辛苦了 师父我想问几个问题啊 就是 梦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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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境是个 王能去开法会 是说 说明什么开始去 王人去开法会的话 说明 他自己 你要知道 每一次开法会 有很多王人都去的 你想想看 你们超度超度谁啊 不是王人吗 对不对啊 嗯 好了 他也要去加持 他在法会上 如果他做得好的话 很多菩萨在 他就可以超度啊 他就可以得到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你听得懂吗 啊 明白 我还有一个 我做了一个梦 就是说我 送面给人家吃 哦 你煮面条给人家吃了 哦 这人家人人家煮好了 我就聊 聊聊给他们吃 吃 送给他们吃 那很好 那你自己延寿了 哦 吃给人家吃个梦 还还上次做了一个 就是刚 我吃了一半 那个 他们的老板上 还有很多人 我说我吃一半 那那一半 给人家吃 啊 这个梦境呢 这个就是 我就跟你说过了 你严寿了呀 为什么 你你能够给人家吃的话 你自己一定先吃饱了 你看哪个厨师 现在不是在做菜的时候 做饭的时候 自己吃饱了 才给人家做的 否则他怎么做的动啊 哈哈 哦 还有一个 我做了一个梦 梦间 长脚大蜘蛛 在家里 照见的墙上 墙上 后来被一个男的 拿手 拿拿指 拿长筋子 包了 都包了 弄掉了 做梦啊 做梦啊 长脚 长脚 梦见长脚蜘蛛 在墙上 被一个男的 包起弄掉了 弄掉了 就是杀生呀 你帮他念的 就是杀生 往生造 四十九遍 哦 四十九遍 要念的了 念 哦 好的 哦 刚刚 师父 师父 刚刚我今天看了一篇 记者抽的白话 记者抽片 就是修行第一 悟性 悟性未上 这一天 对我们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对我们 我回想我们这一代人 对这一方面 好像做了不够 在悟性上 修行这一段修行 在悟性上还不够 有时还长得太多 对呀 这还想不开 哎呀 师父为我们 这一代 你要告诉所有的人 你以后要告诉所有的人 学白话佛法 就是保护你的慧命 没有慧命是上不了天的 你听得懂了吗 嗯 明白了吗 你如果没有慧命 单单磕头念经 永远不做坏事的话 你可以到天道 但是你不会 绝对 绝对你如果没有慧命的话 你绝对操作不了六道的 听得懂了吗 所以白话佛法一定要学 什么叫悟性啊 悟性就是开悟 悟性怎么来的 对的 举个简单例子 人家去吸毒 你怎么不去啊 那么人家家你有悟性 为什么 守戒啊 知道这个不好的 我不做 那不就悟性来了吗 嗯 明白了吗 人家都在贪 人家都在贪嗔吃慢疑 你不贪 不撑 不吃 为什么 因为你有悟性啊 你悟性怎么来的 戒中得悟啊 嗯 你所戒了没有啊 你所戒了呀 我不去贪 菩萨教我们不要贪 我不贪了 你就是开悟了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对明白 嗯 是的 看白话 我看白话 不会悟性 不会的 你慧命不会提升的 你慧命慢慢就会丢失的 一个光明的东西 你经常不擦不擦到后来就变得很暗淡了 明白了吗 嗯 一块玻璃经常不擦 嗯 对不对 到最后 我的信号不大好 啊 镜子看就看不见了 明白了吗 嗯 师傅我的信号不大好 我就想到这里吧 没什么问题了 好 好 再见 感受感光 幸福再见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师傅好 你好吗 你好吗 喂 师傅好 你好 小弟 师傅好 师傅辛苦了 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 请师傅思维开始一下 嗯 这小弟很乖的 很老实 很乖 很好的孩子 嗯 都是师傅 您教导好 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师傅 你们本身也有悟性啊 对不对啊 嗯 这都是 这都是师傅 您 您平时的教导 嗯 是吧 好 有什么问题问吧 嗯 师傅 师傅 在人的七情六欲里边 每一情每欲都会产生业障 只有感恩的心可以断绝业障 是唯一可以使业障不生的一种心情 也是对贪嗔痴 有效的武器 所以当你逐渐习惯用感恩心去看周围的人和事 业障会来越少 这样理解对吗 师傅 你把你把感恩的心上升 我问你感恩心会再上升是什么 你告诉我 叫什么心啊 慈悲心 哎 对了 那么慈悲心 观世音菩萨这个成佛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慈悲心 慈悲 你说有了慈悲的话你还会做好坏事吗 你有了慈悲心你还会贪吗 你慈悲人家 什么都让人家闲 你有慈悲心会恨人家吗 你有慈悲心会会做傻事吗 好了 是不会 这就不是 慈悲心来自于感恩心啊 所以一个人要感恩人家的 明白了吗 对的对的对的 师傅你也常跟我们说 我们多要去感恩别人 多要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 为众生而想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师傅是不是我们现在在人间就是在人际关系上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亲情有情爱情上其实我们都会处理不当的时候都会产生业障 是的 业障啊就是 无始节以来的业障那是叫旧业 对不对啊 现在正在做的因 那么就可能是造的因那就是新业 明白了吗 但是你造的因是善业的话 你就 你也有果报的 这是因果 因果是个定律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 师傅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拜师的时候师傅为我们在天生做一种下一朵洁白的莲花 师傅弟子想问的是啊 这个莲花是我们在在在的时候他就是还是必有我们在人间那个很多很多的灾难 弟子想问的是这个已经就是拜师的了 就是他已经是有莲花了 而他是已经是已经走了 他在呃那个呃那个已经这个莲花对他还有用途吗 莲花你知道种上去之后就在天上了在他天上就避营他了照顾他了 所以很多人出车祸啪一下子车子都转烂了人没死掉 就是他的莲花呀 啊是的是的但是呢就是说他一向下年龄大的他已经都拜完师了完了他已经往生了 再就是对于对于他比如说他在哪个道的时候这个莲花还对他还有用呢 是吧在哪个道莲花都有用 只是说他已经盼他在比方说在阿修罗道了 那么这朵莲花基本上就小的了 听得懂吗 那么我们在人间有没有莲花呢要看的 有的人是菩萨下来他就原本就有的 有的人不是的从地府比方说鬼投胎他就没有莲花了 因为他的业障所致造成他的自己的内心本性的污染 所以他已经看不到他的本性了 那么你说一个畜生如果再投到人间来 那么你说他有莲花了 所以比方说你这个是这个人是畜生但是他这辈子畜生投胎了 他现在做人了但是他闻到佛法了他来拜师了 师父帮他一送种上去他是不是开智慧 是不是他慢慢慢慢也脱离畜生道 还慢慢再脱离人道 他因为有莲花指引啊 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父弟子还想问 因为师父以前说过了五十年以后 如果你们就如果就在天上 师父迎接你们 如果你们在阿修罗道 师父无法拖起你们 如果你们在人道只能怀念你们 师父第一次想问的是 如果我们在哪个道 我们求师父 师父能脱我们一把呢 我告诉你 你在哪个道我都能脱 只是脱得了脱不了 你现在在哪个道 连鬼都可以求观世音菩萨 只是你说鬼求观世音菩萨 和在人求观世音菩萨 和阿修罗道求菩萨 和那个生文道 圆教道求观世音菩萨 还有菩萨求观世音菩萨 你说哪个最能求到啊 啊是的 是的是的 只有菩萨求观世音菩萨 是的 是的 明白了明白了 好好好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师父您在回答同修 那个问答的时候 告诉同修说 佛台越大 啊 那个菩萨越多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同修 都是单独想把一个房间设为 那个佛堂 师父 同修想问 这个佛台大的有什么要求吗 这样是的 只要是说庄严 啊 就可以是吗 这样 跟我们 啊 东方台佛台一样啊 只是说菩萨要大 菩萨大的话容易进来啊 明白了吗 啊 啊 啊 那同修想问 就是指的这个多呢 是心灵法门 我们的佛台庄严了 啊 很多都是心灵法门的护法 菩萨都会来 是这样理解 对吗 师父 对 全部都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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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修还想问 因为 啊 同修看见过很多的观世音菩萨吗 有的那个杨柳平是朝上的 有的是朝下的 同修想问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在佛法 我问你一句话 你就明白了 好吧 我问你 嗯 你吃饭 吃饭 筷子到底朝上还是朝下 朝下 现在明白了吗 不是朝下 你还是没开屋啊 你观世音菩萨到洋流水的时候 水开始是朝上的呀 然后到的时候是朝下的呀 所以你说说朝上对还是朝下对呀 都对呀 你吃饭的时候 你又不是说筷子一直朝下的 你煎菜的这不是朝上吗 往嘴巴里放的这不是朝上吗 啊 是的 是的 有上有下的 就像一呼一息一样的 有阴有阳的呀 人家有的是放在观世音菩萨的杨柳平朝下 有的是放在朝下 嗯 都是合理的呀 嗯 嗯 嗯 是吧 对 那师父那那你就是1113年的时候 你在东方台烧头香的时候 跟那一个呃 跟一个老妈妈说 你说你们现在球瘦非常好 因为看见了一个穿紫衣色色的观世音菩萨 师父那 例子想问 就是这个紫衣观世音菩萨的当时求收 特别好 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很简单了啊 观世音菩萨有时候穿衣服 他就是执掌不同的 不同的这种 我们说啊 这个在天界 比方说 举个简单例子吧 啊 你今天 啊 你今天比方说 你是一个领导 对不对啊 嗯 你今天 这个领导 你要到军队里去了 人家就给你 穿上军队的衣服 指挥军队 你今天到 你到到到工地去了 人家就要给你戴上戴顶安全帽吧 啊 那么紫色的衣服是什么 紫色的 发出正正的 维持很长的蓝光 所以你看为什么 为什么紫色的光传的远呢 啊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看看警车 为什么用蓝光啊 远不远啊 很远就看见这个蓝光了 对不对啊 啊 这是为什么 就是 求寿 长远 他就穿这个衣服 他就是能帮助别人延长寿命 好了 哦 好好好 嗯好 感谢师傅 师傅那个 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是一个老妈妈委托弟子 说如果今天打通师傅电话 一定要感恩师傅 师傅弟子读一下 您听一下师傅 嗯 啊 那个我的心脏 我的心脏和后背心脏的反射 躯痛的男人 右边的胳膊和腿 都是在发麻发冷 我马上吃药 我马上吃了救星丸 我女儿也在打车往回赶 我一直在念大悲咒 女儿也在 女儿回来后 找出弟子证 放在我的心脏上 我感觉到弟子证的能量 一会儿我感觉 我身上一点一点的变热 痛痛再减轻了 我女儿也在佛台求菩萨 马上拿出 她在微信上 10%的功德给我 大约五分钟后 我女儿看见观世音菩萨 看见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 散发出光 告诉我女儿 要好好红爬度人 孩子放心吧 放心吧 没有事的 我的状态一点一点 好转 20分钟后 我吃了一点饭 一切正常了 第二天早上 我坐在床上 一个声音告诉我 孩子 只要你求我 我无处不在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而跟观世音菩萨 妈妈说 我无以回报你 只有好好的念经 红爬度人 护持师父 护持法门 一门精进 请菩萨妈妈放行 早相时 也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昨晚的加持 也忏悔我自己的业障 念积二遍礼佛的时候 师父的法身来了 太高大了 我住在五楼 只看到师父的头 上半身 看不到脚 师父加持我 感觉浑身发热 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很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 我学习心灵法门四年了 菩萨妈妈救我多此意念的加持 弟子正神奇 真的感恩师父 把这么好的法门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了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灵验 师父让我 无我利他 舍身在救度众生 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弟子一定跟着师父 一门精进的去修行修行 感恩师父 这是这位老妈妈 前段时间 她的心脏病复发了 这样是 非常好 师父跟菩萨都加持 这样是 小弟我告诉你 师父听这个 我不会感受到 师父怎么样 我就是 我就是掉眼泪啊 我就感觉到 观世音菩萨对我们太好了 观世音菩萨真的 是的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 如果谁再不好好的拜 观世音菩萨 谁在观世音菩萨 这么这么慈悲的救我们 是啊 是啊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 这个老妈妈 就是包括住院了 已经在医院很严重 很严重了 观世音菩萨 都去给她去撒羊流 多次都是 都是 都是在救她 这个老妈妈说了 哎呀 观世音菩萨 太慈悲了 完了 她上墙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又说了 你求我的时候 我无处不在 对老妈妈才 也就是 现在知道了吗 懂爱 对呀 现在知道了吗 真的 心灵法 所以我们人要感恩啊 所以师父啊 我告诉你 你们要学学师父 师父前面听说 观世音菩萨说 你们求我 我无处不在 师父马上眼泪就出来了 我跟你们讲 一个人要感恩啊 有感恩心 一定会有慈悲心的 一个人 真的不知道 求菩萨 不知道感恩心 你说这个人 这个人就不是人 我告诉你 一个人如果不感恩自己的 老师啊 父母亲啊 所有帮助过你 你一个人能活到今天吗 你从小出来 你能活到今天吗 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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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是的 我们都要是感恩观世音菩萨 也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您 在无尔利他的去 在救度众生 苦苦破心的教导 教导 教导孩子 这样是的 真的 师父 我尽力 因为 因为 嗯嗯嗯嗯嗯 好 那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 弟子感恩师父 师父您要保重身体 师父 师父好 师父再见 师父再见 再见 再见 哎 真的 人间最苦啊 真的 真的 菩萨 菩萨是真的很苦 观世音菩萨这么救你们的时候 他心里很难过的 他是大慈大悲 看看你们吃苦 他难过 所以人呢 真的没良心啊 菩萨救好你之后 你怎么还 还可以退转 你怎么还能不学佛 还要绑佛 你这个真的是天打五雷轰了 所以一个人真的要有良心啊 所以你去看好了 为什么对父母亲不好啊 对自己不是尊师 重道的话 为什么受这么大的谴责啊 哎 没良心的 没良心的人已经不是人了 我告诉你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欢喜呢 节目就到这 结束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